在禮拜六晚上開始 大家就感覺到溫度下降 禮拜天的時候呢 整個中部以北晚上的低溫 就只有在11度的低溫 甚至淡水的溫度低到只剩下10度喔 所以要特別提醒黨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呢 在講這一段的時候呢 因為還在冷氣團的影響 而這一波的冷空氣要持續到什麼時候 要持續到 這幾天真的好冷啊 大家有感覺到嗎 受大陸冷氣團影響 各地氣溫明顯偏低 中央氣象署也提醒民眾 26號有10度以下氣溫發生的機率 不是春天了嗎 怎麼會越來越冷 這波冷氣團要冷到什麼時候 我們來聽聽氣象主播戴力剛怎麼說 嗨 所有中時新聞網的朋友大家好 你有沒有想著禮拜三放假 好棒啊 不要想太多 先想著先上班上課比較重要 好 我們就來講一講天氣的狀況 許多朋友都會說 怎麼禮拜六禮拜天 溫度的下降幅度非常的明顯 因為最重要一點 西伯利亞的冷高壓 快速的由北往南而移動 而且只要它下來的緯度偏低的時候 相對的我們的溫度的感受上來說 冷的程度就會變得非常的明顯 所以在禮拜六晚上開始 大家就感覺到溫度下降 禮拜天的時候 整個中部以北晚上的低溫 就只有在11度的低溫 甚至淡水的溫度 低到只剩下10度 所以要特別提醒 長輩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因為還在冷氣團的影響 而這一波的冷空氣要持續到什麼時候 要持續到週二的中午左右 所以在週一的晚上到週二的清晨 仍然是溫度形態來說 偏低東 中部以北還是在11度的低溫 好 再來我們要講講 未來的一個禮拜的天氣 會怎麼樣的變化 再來禮拜二的白天 到了中午以後開始 冷空氣開始減弱了 氣溫的部分開始要上升了 當然如果你是難來北往的朋友 你就會發現到 南部中午還蠻舒服的啊 不好意思喔 只有中午舒服 早晚還是冷喔 所以這兩天還是冷 但到了禮拜二的晚上開始 溫度形態來說慢慢煞車 星期三好天氣 228的假期這一天 你好好的把自己放鬆一下 出去掃掃花 出去走一走 天氣狀況來說都還蠻不錯 但要特別注意喔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在228這天假期來說 早出晚歸的話 騎車一定要特別注意保暖 小心不要放個假 結果感冒啦 貼記一件事情啊 就是天氣形態來說是中午暖 可是要特別留意的是 早晚天氣偏冷 但要特別注意喔 禮拜四的晚上開始呢 北方的冷高壓又要開始 逐漸的南下了 而這股冷空氣在禮拜五的時候 開始進入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呢 整體來說的話 週五開始到這個週休假期 又是一個寒冷的感覺 冷有多冷呢 跟上個禮拜六日一樣 就是強烈大陸冷氣 中部以北的低溫 還是在11度的低溫 但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禮拜六的晚上到禮拜天的時候 那個溫度形態來說 會隨著整個高壓的緯度 如果偏低的話 甚至有可能的冷度 會比上一波的冷度再冷一點點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溫度的形態來說 整個下降幅度非常明顯 尤其在3月1號晚上到3月2號清晨的時候 是這部冷空氣整個灌下來最強的時候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到保暖了 那許多朋友問我說 啊那這一波的是溼還是乾啊 以目前來看的話呢 就會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整個水氣就封面雲帶會通過 相對的在雲林以北都會飄雨 那不過飄點雨完之後呢 禮拜六的時候天氣開始是乾燥 冷空氣下雨天氣好轉 接著星期天的時候呢 天氣轉晴了 白天的溫度會開始略微的上升 而到星期天的晚上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就釋放完畢 溫度形態來說上升就比較明顯了 所以呢這個週休假期要特別留意的就是呢 從禮拜五禮拜六 溫度狀況是寒冷的 禮拜天的時候呢 只在清晨的時候偏冷 白天溫度會開始上升 那整體來說的話呢 到了下個禮拜的話呢 以目前來看的話呢 強冷空氣的釋放來說 會隨著到了春天 整個頻率跟節奏會逐漸的再拉開來 也就是說呢 冷空氣的強度的部分 到了三月以後開始呢 相對的釋放的量來說會逐漸的減少 所以呢整體來說 春暖花開的感覺 三月份開始出現 但切記一件事情 春寒料翹的狀況仍然會有 也就是告訴大家說 到了現在三月份的時候 仍然冷空氣下的時候 還是有機會達到冷氣團程度 不過寒流呢 跟他拜拜吧 基本上來說 寒流到了三月以後要下來的機率 相對的會比較偏低一些了 不過還是再次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是 溫度形態來說 在晚上是偏於寒冷 穿球方面要保暖 那禮拜三好天氣 記得出去走走 隨時鎖定中時新聞網 告訴你最真實的天氣狀況